接下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Steam创课产品 那么未来学校的话呢 是有两个根本性变化的 一个是课程体系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过去的课程呢 都是单学科的 像物理学完呀就是物理 化学学完呢就是化学 学的都是抽象的公式和理论 而未来的课程呢 一定是以多学科融合的为主的 课程的内容呢 是更加贴近于我们真实的生活 同时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那像我们自主研发了 180多门的跨学科课程 跨越了从幼儿园到高中各个学科 而且都是和课标相结合的 这些都是我们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合作出版的 而且是上海教育学会会长 以侯庆给我们做的序 那未来学校第二个根本性变化呢 就是教学方式的变化 现在的教学方式呢 都是老师讲学生听模式 那么未来呢将会变成 基于兴趣的项目式教学 让学生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 去培养它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新能力 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那么像配合这种项目式学习的套件呢 我们又自主研发了2000多种 这种都是磁吸式的 如果你要想要哪些功能的话呢 直接卡上就可以了 不像以前的电烙铁会伤手 那我们这个的话呢 都是非常的安全的 那比如说咱们要是对这个 智能家居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 学习16个课时 就可以做出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智能家居出来 那这个智能家居的话呢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啊 比如说我车子到家了 它是会自动开门的 我人到家的话呢 它有指纹锁 如果非法入侵的话呢 它是可以报警的 那么天鹰的话呢 它会收衣服和关窗帘 同时下雨的话呢 它也是会收衣服的 同时呢 我们学生还可以 自主研发APP 去控制这个豪宅 比如说我现在演示一下 把灯和电视都打开 那比如说我现在人到家门口了 电视呢 就会显示监控的画面 那我坐在家里面的沙发上呢 就可以看到外面是哪个客人来了 但是像这种项目式的教学呢 有一个弊端 就是它是碎片式的 所以为了弥补它的弊端呢 一定要以课程去作为一个扎手 同时和课标相结合 比如说像初二的孩子 要学物理化学了 那物理有哪些课标 化学有哪些课标 数学有哪些课标 将这些课标都做到项目里面去 那它就成体系了 上升到学知识的高度 而不是学某一种操作和技能 同时我们还资助研发了创客平台 那为什么要有平台呢 因为做创客教育呢 有一个头疼的问题 因为学创客肯定都要有基础 都要去学习编程 比如说像一个学校呢 就有三级号人 那我要建多少的创客实验室呢 不现实 我有平台的话呢 就好办了 比如说我学生通过手机 平板电脑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学习编程 那学校只要有一个平台就可以了 不需要建那么多的创客实验室了 那比如说我在平台上面呢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学习编程 这是拖拽式的 针对没有编程基础的 就可以去学习这种图形化的编程 操作起来是非常的简单的 那针对有编程基础的呢 就可以直接转化成这种非语言的方式 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在线仿真 那么编程完了之后呢 可以看一下它实际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呢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主板 那你将编程好的程序 通过这个接口插上去之后呢 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效果 包括人工智能也是的 直接在平台上就可以进行学习 不需要建那么多的创客实验室 同时呢创客老师也是非常稀缺的 那么创客的产品买回去呢 很多老师都办法进行上课 有平台就好办了 即便老师没有过来参加过创客培训 也可以通过平台来学习创客 那么我们自主研发的180多门的课程呢 在这里面都是可以在线学习的 比如说我们要学习智能硬件的话呢 直接点进来就可以进行一个学习 那比如说像这样的接口比较多 操作起来也比较复杂 你不知道哪个接口 接哪个接口的话呢 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 就可以进行一个观看 那么未来学校呢 我们提供了三样东西和两种服务 三样东西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 包括我们的课程套件还有平台 那服务呢 就是我们老师的培训 是教育部挂牌的创客老师的培训中心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是提供全国大厦的技术指导 和专利申请等服务的